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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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说用一种货币卖另外一种货币的这个市场 那这个外汇市场里面的价格就是回率我们也叫回价 那这个价格在这样一种价金条件下面 我们价金它是一个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思考一下 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空子沾有多大空子沾怎么沾这种空子 有空子沾 有空子沾有多大的空子沾 一块钱的空子沾 怎麽樣來沾這個孔子 那就來看了 那就看到方向了 看方向的話是把這個茶杯拿到的話 這個美國的話去賣 還是的話這個 把美國的茶杯拿到這裏來賣 是把這種貨幣換成這樣一種貨幣 還是把那種貨幣換成這樣一種貨幣 在這個情況下面我們應該怎麽做呢 拿一個人民幣換成一個茶杯 對吧 把這一個茶杯拿到美國來賣一個美元 然後再把這一個美元 在外匯市場上怎麽樣 換成兩個人民幣 一個人民幣的話賺了這一串 就變成了兩個人民幣了對吧 再把兩個人民幣拿過來賺這一串 兩個茶杯 兩個美元 四個人民幣 再把它再賺一串 這一元錢的話這個 增加的很快對吧 這是你有一元錢 你沒有一元錢 借一元錢 那在中國 我們中國人是可以這樣幹的 這個地方叫外匯買賣 這個地方叫什麽 叫金屬客戶 國際貿易 好 好 那我們再看 如果你是一個美國人呢 你能不能夠在這種狀況下做的什麽呢 能不能 你手上拿到的是美元 好 你一個美元 換 兩個人民幣 賣兩個杯子 然後拿到 賣回來 兩個杯子就 賣兩個美元 你一個美元 變成兩個美元 對吧 再把兩個美元 換 四個人民幣 賣四個杯子 再賺回來 那不就是四個美元了嗎 你一樣在這裏賺嗎 共同的地方 共同的地方 是這樣 形狂的 一樣的 貨幣 到人民幣 人民幣到茶杯 然後到這裏 整個都是這樣 如果你是個德國人 你手上拿到的話 現在是歐元 那你該怎麽做呢 你可以怎麽做呢 把你的歐元 換成人民幣 或者美元 你進來 參加這個情況 不是一樣的嗎 如果你是一個日本人 你把你的二元 拿過來不也是一樣的嗎 你是非自由貨幣的 國家的這個殖民 你手上不能拿著錢 在國際上自由貨幣 那就是你自己的國家 把你的貨幣 對的話 換成的話 能夠在國際上面 來交流的貨幣 不也是可以做這事 的嗎 基本上 地球人 都可以干這個事 讀知道的話 就是上一節課台就知道了 對吧 那 那我們再看 在這個過程當中 如果我們家的 茶杯在中國的價格不變 這一個 茶杯在美國的這個價格不變 這個外匯市場 賈定是 這一個自由的 是浮動會的 那麼 它這一個價格 會怎麽變呢 一個美元 就是兩個人民幣 這個價格 是會繼續往上漲呢 還會往下掉啊 美元的價格 一個美元是 都是兩個人民幣 我們 都能張空子 大家都來張空子 價錢這個價格不變 那麼這個市場的價格要變得 整個變 一個美元 是等於更多的人民幣 還是等於更少的人民幣啊 更少的 少了多少呢 家裡一個美元 就是1.5個人民幣 還會有這個活動沒有 還會有這個活動 這也是叫逃離活動 大家不用逃離分析嗎 還是有這個逃離活動 還能夠逃離 那麼 如果 它 當然的話 一個美元 都是一個人民幣啊 還有空子 沒有 沒有空子 怎麼 都沒有空子 這就是當然這個 五逃離價格上面呢 如果 再的話 要低下膠 膠子一個美元 都是0.5個人民幣啊 當然 當一個 美額等於五個人民幣的時候 我們要做這篇文章 你們每個人寫一下 寫出一篇什麼樣的文章出來 書請上文你的方式來表達一下 這個時候 你是應該充滿集醒的去幹另外一件事情 幹哪一件事情 反過來說啥 一個美元就是0.5個人民幣 你把人民幣0.5個 換一個美元的話 然後賣一個杯子 把這個杯子拿回來 市場上面不就是一塊錢嗎 對吧 真好變成了符號了 多頭變成了空頭了 或者就是反過來做了 反過來做的話 是可以在這裡面套利的 中國人可以的話這樣做 美國人一樣可以這樣做嘛 把美元 首先買一桌杯子的話 然後往到這裡呢 再給他把人民幣 再把它放過來 一樣 這個時候不是這樣賺的 這個時候是這樣賺的 這個時候是這樣賺的 全世界的人都這樣賺的 那我們再看 假的 常流的價格不變 因為那個一個美元 你連五個人民幣的話 它會怎麼變呢 會變呢 有上走還是有下走 一個美元這時候的話 大家在外匯上 你看著 這外匯上 外匯上都是這個 用美元 在這個 都是用人民幣的話 在賣美元 對吧 都是用人民幣 在賣美元 所以說這個 美元 你這個 這個 價格的話 這個時候是漲的 漲到多少 漲到一個 一個人民幣的時候 才沒有控制佔領 那你看 高於一比一的時候 它要往底下釣 低於一比一的時候 所以它要上走 只有在一比一這一點是沒有控制佔領 這個價格 這一個匯率 一比一的這個匯率 就是個五桃率的匯率 除了那一塊之外 所有的地方的話都是能夠上控制的 商品 商品 市場上面的 這樣一種交易 公主 和外匯市場上面的這種交易公主之間 這種配置 這種交叉 是有一種內在地國有流行的 這樣一種的話 這一個 一比一的這個五桃率的這個價格 在我們以前修國際金融的時候 你們是修國際金融 修過了吧 對吧 國際金融研究的話 匯率的時候 有一個匯率的定價理論是怎麼說的 叫什麼理論 叫購買利評價 購買利評價 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 在這裡面的話 就是五桃率的那個五桃率的價格 就是購買利評價 任何一種商品 我們能不能說 按照它在國內市場上的價格 和這個東西在國外市場上的價格 能夠找到一種的話 能夠找到一種的話 它 特定的 購買利評價 找得到吧 我這一種商品 在這樣一種價格價面的話 它是一比一 而如果 我換一個眼鏡呢 這個眼鏡 在中國買兩塊 在美國賣一個美元 例如 這個眼鏡的購買的評價是多少 說得出來嗎 是一比一嗎 是一比二 一個美元 兩個人民幣的 這個外市場價格 是沒有控制占領 只要不是這個價格 就能夠占控制 要麼是進口 要麼是出口 任何一個商品 它都有一個購買利評價 那麼市場上面 只要那個匯率 跟這個購買利評價 不是一樣的時候 它就可以占控制它 我們現在的匯率是多少 一比六左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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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在這種情況下面 有沒有控制占 怎麼占這個控制 有 怎麼來占這個控制 你把八塊錢 換成一個美元 買了一瓶香水 把它拿回來 在市場上 賣二十個人民幣 一比 多吃了多少錢呢 十二塊 包利 十二塊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包利 因為 那一個香水的購買利評價 是一比二十 市場上面的活力 是一比一比八 一比六 一比六那是十四塊 一比六 六五美元 能賺那麼多 那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當一個商品 它自己內在地購買利評價 和那個市場上的活力 是一樣的時候 就沒有控制占對吧 只要不一樣的時候 就有控制占 世界上有多少種商品 說得清楚嗎 說不清楚 但是你們學了 國際金融的話 這個現在的話 這個活力 對於這一般是幾個呢 一般是幾個呢 一個對吧 一比六嘛 人民幣都是這種一比六 那有同學這底下這笑啊 這笑啊 這意味著什麼東西啊 這意味著學過金融的人 學過金融的人 學過金融工程的人 學過了這種工具的配置 動作的時間規律的人 在他的眼前 叫邊編地是黃金對吧 富士即士 這麼些事 不是做進口就是做出口對吧 所以 國際貿易 對我們學金融的人來說 只學一個東西 購買利評價 在金融工程裡面 只學一個東西 商品市場 和外貿市場 之間的工具 配置 以及他的歸零 就是五套零分形 只學這一個東西 錢有了 你不管什麼商品 我首先看一下 你的話 內在你的話 這個購買的評價是多少 然後市場的匯率是多少 把成本再把它打進去 然後能做不能做 能賺多少 真不做 這一套就出來 那你說 讓你在外貿公司去當個老總的話 你還怕嗎 多花的時間好不好 花一年時間把油熟悉一下 再不行 再花一年時間 把外貿油熟悉一下 再無不不行的話 把保險和海關你熟悉一下 反正你在這地方 受到這個課程的訓練 把你放在這個外貿公司去 不管是那個外貿公司 不管是做哪個外貿公司 不管做哪一種外貿生意的話 你要說你在那個地方不會做 那我們就會非常悲哀 那就說明 這個課的話你沒說好 你沒聽進去 這是 但是,这一块东西里头,就是外汇市场和商业市场当中的配置,我们以茶杯为例,实际上以茶杯的话可以扩展到其他的。 那你就知道,这些内在的规律性,你就知道有你的空间在哪个地方,你就懂得什么情况下,做什么情况下补助,什么时候做进口,什么时候做池口。 那你说的话,这么多商品,能够赚钱,还有的商品,赚那么多钱,像香水的话,这一瓶香水的话,你就赚这个十几块,那我干什么,就干这个事,很好,就干这个事。 但是这个钱不能都让你一个人赚了嘛,对吧,国家要筹税,你进出来的时候要经过海关。 所以,那个钱,你赚的那个十几块钱,里面有一部分有相当的,国家要筹税,那就管税。 你说,我不要的话,海关走,我找到那个河边,找个这个树子,从里面我就沾进来,那叫什么,那叫走私。那是犯法。 这个,大学培养的人的话,一定不能去走私,如果你尽快要走私,说起来是那个教的,说起来是张老师教的,业老师教的,武汉大学别的,那就糟了,那就糟了。 要一个人的话,这个副总人就很大了,要是有了三个五国的话,那就不得了,那这个学校的经过招生的都是困难的,知道吧。 所以,我后来就像海关的人的话,要是学到金融的话,他就再去搞海关,一定跟一般人不一样。 他一定就知道,那些商品的话,一定有人要去走私的。 他就的话,知道在河边的话,那一个地方去收住的话,就能收到那些人干什么。 这是开玩笑了,然后我们再看,这是商品市场和外汇市场的。 接下来的话,大家休息一下,我们再讲什么呢? 讲货币市场,资金阶段市场和外汇市场之间的关系。 休息一下这样。